中国有一项技术曾落后国外20多年 但是中期却成功打破了国外的市场垄断 并且成为行业第一 至今还在以50%的增长速度着长成长 但是它却依然被受质疑 甚至是贬低 它就是变频器 在2022年的变频器市场中 由小华为之称的汇川技术 以及变频器巨头和康新能 分别占领了低高压变频器市场份额的榜首 甚至他们的产品远向海外 成绩也相当出色 但是虽然他们征服了国外市场 却征服不了某些人的心 有的说国内变频器不可靠 也有的说进口变频器才是最好的 国产与他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变频器是如何突围的 他们与国外的差距真的这么大吗 未来会不会完全征服市场呢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非常重要的产品 大家好 我是熊猫 视频保证硬核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 变频器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零件 它是电机马达中的一个设备 马达里有电子 它可以通过调节电源的电压和频率 来控制马达的转速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设备 越是基础的东西重要性越大 几乎任何一个工业品都离不开变频器 所以它也被称为工业自动化的基石 比如商场的扶梯相信大家都做过吧 以前老式的扶梯是一直在运转 人不容易站上去不说还耗电 现在新式的电梯没人的时候 它就会停下来 当人站上去的时候扶梯就会自动加快运行 可以节省很多的电量 这就是变频器在其作用 而这样的变频器应用在各个地方 小到我们家里的手机 风扇变频空调 大到飞机工业机器人 月球上的着陆器等 还有新能源汽车 动车高铁 特高压电网 乃至生产这些东西的生产线 都需要用到变频器 可以说它就是我们生活和工业生产中 不可缺少的存在 但就是这么基础 这么重要的元器件 我国曾经却落后西方国家20多年 并且长期依赖进口 直到近几年 国产变频器才实现突破 在部分领域里冲到世界第一 但还是有部分变频器技术 掌握在外企手里 变频器到底难在哪里 为啥我们连空间战都建成了 却还不能将它完全国产化的 这就要说到变频器的历史 以及我们是如何追赶的开始说起了 变频器最早诞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 芬兰的一家公司研发出了初代商用变频器 然后很快就推广开了 而中国发展的相对较晚 在80年代才开始发展 不过当时的发展路线有两条 一条是资研技术 另一条是引进技术 在资研方面由政府牵头 组织国内的科研院所对变频器进行攻关 比如天传所和西安电子技术研究所 就曾联合对变频器进行技术攻关 并且顺利地成功研制出了初代变频器产品 而在引进技术方面 大连电机厂从日本的东芝公司 引进了国内第一条变频器生产线 大连电机厂也成为了当时国内 最早获得国家认证的变频器厂家之一 但其实并不是因为在90年代的时候 国外的变频器已经发展到了第二代 而且经过叠代后 变频器的性能和复杂程度提高了很多 我们来简单科普一下 电机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 它由转子、线圈、永磁体、电子等零部件组成的 当它通电后电流流过线圈就会产生电磁 然后在电磁的作用下转子才会转动 而变频器就是通过控制电源的电压和频率 来控制电机转速的 但是两者控制的方式却不同 初代变频器中的电压和频率是同时发生变化的 而且是成正比例 意思就是增加和减少都是同步的 所以它也叫恒定电压频率比控制 简称恒压频比 这样做的好处是步骤少 结构简单 但是缺点也很多 比如无法精确控制电机的转速 一调车为例 如果采用恒压频比方式的变频器 电机没有载重时是保持在某个单位的 但是在拉货物的时候 它的速度就会发生变化 在拉轻的货物时 电机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如果拉的货物重很多 它的速度就会慢下来 甚至如果重物太重 变频器过流就会直接跳闸了 总的来说 再重越重 电机的速度就会变得越慢 而且变化多少 变频器是没办法感受和控制的 所以初代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 只是停留在理论上 实际速度多少 压根不知道 因此 这种变频器只能在低端领域上使用 比如风扇 鼓风机 水电站的抽水泵等等 这些不需要精确转速也能用的领域 但是像摩托车 汽车等领域却没办法使用 后来人们就想 既然电机的转速很容易受到外力的影响 那么能不能想个办法 监控一下外力的影响情况 然后变频器可以根据这个变化输出外力 于是 第二代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就诞生了 矢量控制 它把电流分成两个方向 分别控制电压和频率的大小 方向 这样就可以单独控制速度了 所以矢量控制也叫速度控制 它相比上一代对电机速度的控制更加精准 这项技术被提出后 很快就受到了其他国家企业的热捧 纷纷开始进行研发和技术落地 90年代左右 美国、日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变频器企业 陆续推出了自家的变频器产品 并成功应用在了电梯、扶梯、空调压缩机 输送带等更复杂的设备上 等我国研发出了实量变频器 西方世界又开始用上了第三代直接赚具变频器 国外企业一直都对我们保持一代的领先优势 我们的产品不仅比较初级 而且在可靠性 耐用性上都不如人家 所以中国变频器的开局虽然进展的还可以 但是在狠山的时间里 我们都是以进口为主 尤其是90年代后期 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后 工业迅速发展 对于变频器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很多外企看到了中国巨大的潜能 选择到国内开设工厂 比如德国的西门子在天津设厂 芬兰的APP设在北京 日本的安川在上海 美国的爱莫生在深圳等等 全国各地开始涌现了许多毒资 或者合资的变频器企业 这些企业就如同狼闯进了羊群 对我们的变频器企业进行了降位打击 迅速抢上市场 牢牢掌握住了中高端市场 而国产变频器企业 只能在低端市场里相互搏杀 据统计 当时国产的变频器生产企业数量 一度达到了200家 但是大部分都是小作坊的模式 很难凑集整机老化 测试标准化试验等全套设备 甚至一些小的企业 只能选择用手工仿制国外的产品 这样条件的企业如何与国外竞争 国产工业又怎么敢用他们的产品呢 所以大家宁愿多花点钱购买外资产品 2000年时 国内的变频器外资品牌只有40家左右 却占据了90%的市场份额 而国内上百家企业只能分享 剩下的10%的低端市场份额 当时的中外变频器技术相差20年以上 然而正当所有人都认为 中国变频器将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时 中国企业却突然脱颖而出 不仅成功实现了技术突破 而且有几家企业在低压高压变频器上 均拿下了全国第一 那么中国明明落后这么多条件那么差 我们的变频器企业是如何追赶上国外的呢 这就不得不提一家二熟能详的企业 那就是华为 是的你没有看错 就是华为 它是中国第一批研究变频器的企业之一 1993年 华为成立了旗下能源磁公司莫贝克 专门攻克电器类设备的技术 其中有逆变器变频器的设备 这个公司聚集了许多的工程师 技术实力非常强悍 其中就有华为电源事业部的 100多名研发人员 2000年 互联网泡沫引发经济危机 华为也遇到了冬天 为了保住通信这个主营业务 将莫贝克以7.5亿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美国爱莫生公司 开启了断币求生之路 而莫贝克的很多工程师 都实现了财富自由 可有些人心有不甘呢 不愿意让自己的研发产品和技术 就这么消失了 于是 这些莫贝克的华为人 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规模化创业 他们有的在公控领域 有的在光电领域 有的在变频器和逆变器领域 还有的在四伏领域等等 但是无一例外的是 他们都拥有华为狼一样 不服输的倔强 在技术和研发上执着投入 在他们的努力下 打造了中国某种体系 最多的上市公司 比如惠川 鼎汉 和望等等十几个上市企业 而在他们之后 还有数十家中小企业 华为电器和莫贝克 特意被称为是电器界的华谱军校 在这所华谱军校中 就有后来变频器的龙头企业惠川 惠川的创始人是朱新铭 他当时就是杭州电器研究所中 变频器项目的负责人 1992年 硕士毕业的朱新铭 被分配到了深圳华南 由于能力突出 没几年 朱新铭就被提拔为技术部经理 接触到了变频器 也让朱新铭见识到了 中国变频器市场的潜力 那时的他 就决定要在变频器这个行业里 大赶一场 1997年 在听闻华为也要做变频器后 朱新铭就主动辞职 选择加入华为 负责的还是变频器项目 仅仅两年后 华为就成功研发出了 第一台变频器 朱新铭作为核心人物 也积累了非常多的 变频器技术和研发经验 后来莫贝克被迫割离 但是朱新铭却不甘变频器 太此复中 于是他联合原来的华为电器同事 以及其他有想法的朋友 共同创立了一家公司 立志要做中国最好的变频器 这家公司就是 深圳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依靠着当初在华为电器的技术基础 汇川选择了难度比较低的 低压变频器产品作为突破口 在第二年就推出了通用变频器产品 MD280 但就靠这个普通的产品 又怎么跟其他国际巨头竞争呢 所以汇川在头几年 并没有太大的成就 这时候华为的狼性就体现出来了 朱新铭并不甘心自己 一直落后于国外巨头 于是他就想到了自己的优势 那就是技术创新 并且将目光瞄准了电梯市场 那段时间 国内到处都在搞大基建 盖楼房 对于电梯的需求非常旺盛 但是当时电梯维护 却让整个行业吃足了苦头 电梯里有两个主要的控制方式 一个是变频器 还有一个是主板 这两个是分开控制的 尤其是变频器 国外企业为了拿下更多的市场 将它设计成一个通用的模块 而电梯的类型又不一样 所以没办法将它集成在主板上 于是只能分开控制 加上这两个零部件 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厂商 通讯协议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电梯的生产商们 得分别对不同的供应商 做中间协调 非常麻烦 如果只是生产还好说 无非是多花点钱的事 但是在维护上 却害苦了维修的师傅 电梯是一种 经常需要调试维护的机器设备 因为这两个关键设备 是不同一个供应商 导致师傅需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调试 平均一位师傅 一天只能调试好两部电梯 效率非常低 无形中又增加了厂家的维护成本 国内的电梯厂商 向变频器厂家提出了意见 希望能将这两样折合起来 但那时候 变频器的巨头是ABB 西门子等外资品牌 他们压根就没把 中国厂商的意见听进去 我反正就是这么慢 你们爱用不用 于是朱新明就瞄准了这个痛点 决定以此作为突破口 他们花了真正一年时间 攻克了当时技术难度较高的 电机实量技术 并且将这项技术与电梯控制器结合起来 在2006年推出了电梯一体化控制器 相比于之前的方案 这个一体化控制器 不仅让电梯控制模块变得更加精简 而且还大大缩短了后期维护调试的时间 经过简单培训后 一位师傅就能将一部电梯的调试时间 从原来的6个小时缩短到20分钟 工作效率提升了10倍以上 于是 这个电梯一体化控制器一经推出 就成为了抢手货 2008年 慧川只用了3年时间 就做到了电梯行业的第一名 直到现在 慧川的一体化控制器 依然占据了40%的市场份额 可以说 慧川用技术打败了傲慢的外企偏偏偏器 其实不仅仅是电梯行业 在其他行业上也是一样 外企不愿意改变 变频器是根深蒂固的 对于他们来说 用一个通用的变频器 可以拿下更多的市场 改变就意味着投入越多 但是通用的变频器 已经阻碍了产品的迭代和体验 甚至影响到了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发展 所以他们被淘汰也是必然的 当然拥有老华为传统的慧川也没忘记 慧川也对研发非常重视 每年对研发投入是非常高的 在2009年时 慧川的研发投入一度占到公司营收的10% 远高出其他的同行 在研发上的高投入 也让慧川获得了高回报 2008年 慧川决定进入技术壁垒更高的四伏电机市场 希望能代表中国企业再次打破国外的垄断 看过我之前工业机器人那篇视频的朋友 应该会知道 这个四伏电机就是工业机器人的三大核心零部件之一 而工业机器人又是未来工业自动化的重要部分 可想而知 这个四伏电机领域的竞争是有多么激烈 做好充分准备的慧川 在2008年退出了IS300四伏驱动器 率先应用在了住宿机上 搭载IS300的住宿机大大节省了电量 节省幅度高达40% 将近一半 那为啥选择住宿机领域呢 因为住宿机和电梯是一样的 傲慢的外企是看不上这些小领域的 对于他们来说 传统行业是吃力不讨好的 如果也正是由于当初外国品牌的不重视 慧川的四伏系统在住宿机领域迅速站稳了脚跟 2010年的增速就达到了908% 第二年略微有些下降 但也达到了507% 2021年 在中国的通用四伏市场中 慧川高居市场第一 至此 慧川已经彻底在变民器行业里站稳了脚跟 成为国产变民器的领头人之一 2020年 慧川在低压变民器领域中 以18.8%的份额 利压昔日的国际巨头ABB与金门子 排名第一 慧川的成功是中国变民器行业的缩影 他们对市场的反应非常快 能够做到很多国外品牌做不到的专业服务 只要企业有什么要求痛点 国产变民器都能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 这样的方式怎么可能不成功呢 以中国高压变民器来说 慧川只能占到11%的市场份额 位列在第三位 大家知道第一名是谁吗 也是国产品牌 何康星能 谈利压排名第二的法国申奈德 在他们之后还有很多是中国的企业 除此之外 在变民器的核心器件上 国产企业占领了很大的市场份额 比如逆变器 华为光伏逆变器已经连续多年霸占世界第一 是的 你没看错 在出售莫贝克之后 华为又重新杀了回来 而且迅速抢占了行业第一的宝座 所以很多人也用巨石一团伙 散事满天心来形容 华为在能源和电器上的贡献 总的来说 不管是在低压还是在高压变民器领域 国产品牌的市占率均超过了西门子 ABB等国外龙头 除此之外 国产变民器也开始走出了国门 像澳洲 东南亚等地区也开始向我国订购变民器 可以说此时的中国变民器已经实现了逆袭 甚至在高端技术上也不属于外资品牌 当然说到这边 我相信有些业内人士一定会出来反驳 说国产的变民器质量不靠谱 他们用过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说白了就是老传统的观点 因为国产变民器迭代很快 往往他们体验不佳的时候 其实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别不信 在很多重要的尖端领域 我们都已经开始应用上了国产变民器 比如在辽宁弘阳热电厂的 2×330MW的发电机组上 就应用上了何堪新能的大功率水冷变民器 还有汇川的MD880 多传变民系统 在中国石油渤海钻碳塔里木钻井中 已经使用了一年半时间 未曾出现过问题 国产变民器借助这些大项目的声誉 又进一步缠食了国外品牌 2021年 汇川以68.25%的增速 领跑整个行业 因为藤也以32.22%的增速 位居第二 直到今天 中国的变民器企业 依然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势头 在未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领域和企业 用上国产变民器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 因为在部分变民器领域和某些核心技术中 我们还在持续突围当中 依然需要时间 也愿他们能砥砺前行 不芳华 好了我是熊猫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支持哦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